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想給你唱首歌 我想給你唱首歌 想給你唱首歌 唱首歌 唱首歌 歌好聽 聲音更溫柔 小眼貌 小眼貌 喵喵喵 你走我的姿勢 真好看 真的真好看 我買手機的時候就在今晚 等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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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髮型大跟暖 等你分類一半 等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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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者已經做出選擇 請打開艙門 美女兒 好 我覺得她會是坤哥喜歡的類型 掌聲有請 天籁唱將楊坤 走上舞台直面您的挑戰者 你辛苦了 你好 怎麼一到我這兒人這麼多呢 對 因為你家房子大嘛 住得下 首先 吳浩清就不用做自我介紹了 對 我感覺我腳上已經掌了青台 掌了青 請其他兩位姑娘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叫張梅 我來自河南洛陽 現在是廣州新海音樂學院的學生 好 專業的 專業的 我叫陳希 我是一名聲樂老師 是平時專門教小孩唱歌的 聲樂老師 這個功底 最後的選擇是 我喜歡吳浩清 但是我想讓她繼續留到這個舞台上 我選擇 五號 恭喜陳希獲得挑戰機會 謝謝 謝謝 不至於 我們會給你買回程機票的 請回到天籁之塔 有請天籁唱將楊坤來到你的挑戰者身邊 陳希 為楊坤選擇的應戰曲目 請看大屏幕 老爸 老爸 感性的歌 挑戰達成 我剛才看了一樣的歌詞 我覺得很感人 因為每個人他都 跟父母之間會 有一些這樣那樣的一些故事 我爸是一個特別特別倔的人 他永遠不會說我好 永遠不會說我優秀 我呢可能也是遺傳了他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優點還是脆的 我也挺倔 因為北方人都基本上都是屬於這種 心裡有對方 但是沒有辦法去講 所以說這麼多年都沒有 就是這個父子兩個人好好坐在一起 像兄弟一樣交流 他是父親 我永遠是兒子 永遠是這樣 老爸 我想如果今天他能聽到的話 或者多少 他能夠感受到一些我的什麼 是嗎 投票通告開啟 這是一首唱給父親的歌 對於像我這樣 從來不善於表達的難說 可能是最好的一種方式吧 送上這首 老爸 老爸 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你还过得好吗 老爸 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我也越来越痛了 哦妈妈 烛狂里的妈妈 你的黑发 泛起了双花 哦妈妈 烛狂里的妈妈 你的脸颊 迎着几朵牵挂 我在牵挂 你也在牵挂 是你 迎我走天下 你慢慢老 我渐渐尝尝 是你 让我别想讲 你在牵挂 我也在牵挂 是你叫我 志在四方 什么都别怕 我不再讲 你好好保重吧 你的希望 我用爱回答 我 在牵挂 你也在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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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你 迎我 迎我 走天上 你慢慢老 我 牵牵掌 是你 你 让我别想讲 你 让我别想讲 你在牵挂 我也在牵挂 是你 就我 只在四方 什么 都别怕 我不再讲 你好好 放重吧 你 你的希望 我用爱回答 你的希望 我用爱回答 你们的希望 我用爱回答 谢谢杨坤 歌词里刚才有 离开家 爸爸让我们不要牵挂 我觉得 您也很早就离开家了 还记得 当时爸爸对您说过什么吗 没说什么 我就记得我爸 当时 他送我嘛 我走了很远 我回到一看 他还在后面 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们的 自己的情感 永远都是这样 不会去表达 所以今天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帮我挑到了一首这样的歌 我其实也是 反复的在练 我刚才脑海里面 全是他的 这个 感觉吧 也想 那些 不愿意 跟自己父母 不能够跟自己父母 敞开心扉的人 听完这首歌 或者你们自己的父母 听完这首歌 会对彼此 会有一些共鸣的感觉 请杨坤登上千籁塔地 投票通道关闭 掌声有请挑战者陈希 今天给杨坤老师 选了老爸这首歌 其实也是说出了 我作为一个女儿的心声 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 为师为父 我这一次来就是专门 想为爸爸唱一首歌 然后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更多的是表达了我 对我父亲的一种 爱的寄托 唱完这首歌 能给我爸爸一个 非常好的答卷 投票通道开启 投票通道开启 这首歌要如何取舍 去年间的美丽悲感 心不透彻 我会懂多难得 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 就能平息了脉搏 却忘了再逃什么 我的爱明明还在 掌声了才明白 该把幸福找回来 而不是各自缅怀 我会在连海地带 等这场戏更改 等这场戏更改 送你回来 你走路姿态 微笑的身材 其实曾错过的 真爱 莫非这是上天 善意的安排 好让心更接近 让心更贴近 真爱 我的爱 明明还在 掌声了才明白 该把幸福找回来 而不是各自缅怀 我会在 我会在 沿海地带 等这场戏更改 学着 依赖 不再怕伤害 不再怕期待 其实那才是我真爱 不再怕伤害 不再怕期待 其实那才是我真爱 不再怕期待 投票通告关闭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天来唱讲 他们会把手中的这一票 投给谁 当杨坤老师在唱他那个歌的时候 我也是好投入啊 好想冲回去 去看我那唯一的爸爸 应该只有一个吧 对 开玩笑 当然每个人只有一个爸爸 一个不同音乐的这种性质 我们杨坤老师唱出来 是这么的扣人心弦啊 那晨曦老师啊 你唱起歌来就是四平八稳 非常的流畅 也是零缺点 但是要我投 我会投 比较打动我心里更深一点啊 可是杨坤老师 是 Karen 今天我听坤哥唱这个老爸 我特别的着迷 因为我前几年 我刚好做我上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爸爸突然间过世人生 必须我们都要面对胜利死别啊 这样子 所以我听这个歌我的时候 我就 就 就那个很多感情 很多回忆都回来了 所以我的票也是投给他 谢谢Karen 我们来揭晓 今天两位的最后得票数 首先来看看杨坤老师的得票数是 恭喜杨坤 三百三十七票 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票数 我们来看看陈希获得的票数是 二百八十四票 非常遗憾你的挑战没有成功 有请杨坤回到舞台 其实我觉得陈希今天虽然是没有过关 但是她还是从事了一项她喜欢的职业 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人 我觉得这对于她的父亲来讲 这是无比欣慰的 谢谢老师 幸会 幸会 再次谢谢您的精彩对决 其实那一刻看到爸爸我觉得整个人全都松下来了 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最需要的就是爸爸 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我娘加油 我是你坚强的后盾